原來 我不是什麼都不行 我可以透過這個來讓我自己覺得 我有成就感 我那個年代我遇到跟我一樣的人 幾乎是零 甚至連上學都沒有遇到 所以說想要運動 那可能比登天還難 應該說運動是後來有接觸到 所謂的倫理之後才開始覺得 我還可以運動 我六個月的時候發燒 然後就帶進醫院 醫院他還是覺得說你就是發燒感冒而已 我家人才發現說為什麼我變成沒辦法站立 比如說可能走路起來不穩 站立也不穩 才發現說原來我是得小麻痺 那時候會覺得說我未來真的不曉得我能幹什麼 甚至連未來想要做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不可能去想那麼遠 上課老師在講什麼其實我都不知道 因為想的是說我待會下課要去哪裡躲 所以想的都是這個 要升高四那一年 因為腳變形 然後那個支架就沒辦法穿 住進醫院裡面就開刀 把那些變形的地方做矯正 從那個時候開始 才有接觸到所謂的運動而易 感覺蠻新奇的 覺得說那個為什麼可以這樣子跑 因為沒做過 而且那個的重心就跟我們類似像這種椅子一樣 你只要重心不穩 你就會向後翻 所以做十次翻十次 住院的那些同學他也不會跟你講說怎麼做 他就在旁邊笑你 他說那白癡啊這個都不會用 他雅韻其實 雅韻其實狀況其實跟我們現在 跟我之前那時候在剛剛結束一樣 就像這樣練習一樣 就是早上練 晚上練 這樣子慢慢這樣練練練練 到最後我們家人才說 鼓勵我們說 參加那個產商運動 一開始 家人是非常反對我參加這些活動 他覺得你這些活動 都要一直的付出 金錢啦 時間都要一直付出 因為我們所有的比賽都真的有獎金的 除了雅韻另外 可能像輪胎一條一兩千塊 要去自費 然後什麼一些東西都要自費 所以家人就對我 覺得說 你就好好工作就好 為什麼要去玩這個 但是我還是堅持我自己的 覺得說 只有這個可以帶來 帶給我自信 甚至 讓我看到未來的希望 我覺得說 至少我哪個東西出來 讓家人覺得說 我真的是 這個是對我有幫助的 所以才說自從我拿了一個金牌之後 家人才慢慢的改觀 那時候參加亞特蘭大奧運 因為一請假 請假兩個月 通常一般不要說 誰啦 一般公司行好 其實都不會 讓你有這麼長的請假時間 我們有很多朋友是因為 他我的比賽把工作丟了 比賽完回來之後 還是沒有工作 那我當時我會考慮到說 到底是 真的是比賽重要還是工作重要 我後來是考量說 工作還是比較重要 應該說 我們國內戰術只是 對一般的選手 對身上朋友幾乎是沒有的 像國外的很多選手 幾乎都是 你要比賽 你才去比賽 那如果沒比賽 你就是整天就在公司上班 他就是有安排一些工作給你 但是國內好像沒有這樣的 這樣的那個情況 輪流舞蹈其實應該在 1990年那時候 有算有醫店的朋友 他那時候來問我說 什麼樣的輪椅式 我跟你講 田徑的跟跳舞 已經不一樣 我怎麼會了解到這一塊 剛開始參與也是覺得 輪椅還可以跳舞 那時候也是跟我一開始的田徑一樣 田徑可以跑步 你給我騙 對啊 然後慢慢接觸才知道說 原來 輪椅不是只有跑步而已 還可以跳舞 因為那時候 有在 要打算在各地推廣 那時候就在爐州 想要成立一個 那時候我又住爐州 想說直接乾脆就在爐州 成立一個輪椅班 來試看看 我是第一個 輪椅者出來 帶大家跳的 剛開始練習也是很辛苦 因為要轉 左轉右轉 要 都常常也是常常跌倒 一轉 一翻 就跌倒了 然後不然就做一個什麼動作 就跌倒了 我覺得 競速不一樣是說 你不用去管 你有沒有舞伴 場地如何 因為田徑本來就是聽槍聲 放一聲 衝衝衝到終點 就跟你沒關係了 你說我到底喜歡什麼 我覺得 當然我還是喜歡 競技的那種感覺 伊甸基金會它裡面的 就覺得說 我們到底能跳多久的舞蹈 所以他才想到說 可不可以幫我們做轉型 因為你真的可能五十歲六十歲 你沒體力你怎麼跳 想來想去覺得 可不可以試著用 把我們的生命故事 去跟大家分享 才幫我們做這方面的課程的 教育訓練 我朋友建議說 你應該再多多去進修 然後我真的有去唸 但是每次遇到要考試 就遇到我要比賽 那一樣道理 我比賽重要還是考試重要 我當然比賽重要 我那時候讀的時候 有得到那個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那個第六屆的台北海大青年 那時候在台上校長指定說 請學務長幫我報總統教育獎 那時候校長還不曉得 我的一些過往的一些東西 他完全不知道 然後等我資料把它準備起之後 拿給我們 那時候我們校長 他才發現說 我原來以前 我的那個戰績這麼的奉空 這麼多 甚至評委都說 如果你覺得你得 如果有入選的話 你會怎麼樣 如果不入選的話 你會怎麼樣 我就跟他講說 反正入不入選 其實我都還是照我的計畫去走 就是說 該去分享分享 該去表演表演 不會因為說 我沒得獎 我這件事就不做 不會 應該說 年紀這麼大 我覺得沒什麼改變 因為也不會 因為得這個獎 薪水比較多 不會啊 演講比較多 也不會啊 對啊 都還是這樣子啊 應該說 有人問我說 你未來有什麼的計畫 我都跟他講說 沒有 我覺得很多事情是 你遇到什麼去做就對了 不要去管說 到底難或不難 或簡單或什麼 反正你走到什麼 的階段 碰到什麼 你就去做 不要因為沒什麼而不做啦 我反而覺得就是 反正人真不要去設限